在红色警戒的一小块地里,有时七人局比八人局更有味道,大抵说来,我恐怕就这样与这场战争脱不了干系了。 作为蓝色苏军的开局,我的左右被盟军的走狗夹击着,于是我决定搞一点事了,这个殿场的位置已然掩饰不了我内心的躁动。 下了兵营,工程师还要等什么呢?我需要马上占领他的兵营,防止他再出一个工程师反战,就这样我得到了他的主基地,很快他的邮警也将会是我的。 这家橙色气不过,愤而离开了战场,此时放眼望向全途也是战火四起,尤其是北方的粉色盟军竟在前期推掉了一家苏军。 看来这位壮士是把好手。 拿下两个游警之后,我心中不由得因自己的经济优势而窃喜,却没想到此时西方的一队小兵正要进犯我的主基地。 我只好赶紧收起了基地引上敌兵的仇恨,然后再匆匆造上三四条狗,才勉强平息了这一波。 来而不枉非君子也,我已经没有理由不奉还一波了,于是我扯上了基地,朝黄色家里面奔去,正逢他正在和紫色交战,那么我就给他一点教训吧。 我轻快地出了一个工程师,要把他的游警据为己有,没想到他愤而离席,我的工程师白瞎了。 此时再细看一眼,我内心竟然闪过一丝惊悚,敌人连重工都出了,我竟然连矿场还没就绪。 蒙军走狗的基地,不要也罢,我把它卖了,只是单纯地看着,不顺眼。 继而又有一丝后悔了,心想倘若留着,兴许还能增加一丝建造速度,还来不及声响,思绪就被粉色的偷车吸引了过去,原来他抢了一处离基地很远的油矿。 我心中暗自窃喜,如此远的距离,你能守住吗? 如果没猜错的话,紫色浆很快就会有动作,那么这个游警所赚的钱,够一个工程师的本吗? 果不其然,粉色的油井还没有误热,就被抢了回去,何必呢? 守不住的东西为何又要强求? 人性的贪婪在这一刻,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 那么下一次会不会抢到我的头上,我心中闪过一丝不安,心想是时候把自己的油井围上了。 粉色开始有了动作,他把之前的油井毁掉了。 这一刻,我再次看到了,人性的女人,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真的一定要毁掉吗? 油井被摧毁后,粉色撤回了基地,此刻,他的每一辆坦克仿佛脸上都写满了满足了。 如此的野心与贪欲,搞不好,下一刻就会葬送你来。 粉色疯狂地出了坦克,我也安心地出自己的坦克,心中庆幸,我离上面三家比较远,战火还暂时烧不到我的头上,那么就这样安心下去吧。 但我忘了一眼资金,似乎并不乐观,于是我推掉了坦克。 我打算把雷达提上了议程。 粉色部队由上至下,在我家边境集结,我心里不由得意警,他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对我开战。 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每一辆坦克,甚至每一位指挥官都在等,但内心却又说不上在等什么。 就是这么无奈地看着,不再有了任何的动作。 绿色仿佛失去了耐心,变成了又一位愤而离席的人,粉色又开始有了动作,他的矿车冲了过来,但他似乎又意识到这个时候有我开战是不明智的,于是又走了回去。 仿佛进行着下一个阴谋的计划。 忽而粉色卖掉了自己的主机壁,我的内心闪过一丝涟漪,难道于他而言,这是孤注一掷的时刻了吗? 我内心再次躁动起来,心想是时候该干点什么了,却又不知道如何去做。 继而,我卖掉了自己的矿场,仿佛这一卖就能让我的内心明镜。 西北的战士终究还是打起来了,趁着这个空挡,我打算抢掉粉色一个油井。 当然,我知道抢下这个油井,甚至对我而言还不够回一个工程师的本,我这样做是为了测探粉色他的内心,他会把他摧毁还是抢回去,他内心是躁动更多一些,还是贪婪更多一些,我需要答案。 因为毕竟,因为毕竟紫色被灭掉之后,就只剩我和他了,我需要对他进行更多的了解。 他把油井抢回去了,那么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贪婪的人,贪婪得有些谨慎,这样的人在这种时刻,是固然不会对我发起进攻的。 哪怕,他的坦克,已然占据了数量的优势。 因此,我手中捏着的这个磁爆线圈,就暂时让他捏着吧,等将来有机会会放下来的。 敌人的坦克变得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数量优势让他内心傲慢了起来,虽然他不会直接进攻我的主基地,却打起了我油井的主意。 他打算摧毁我的油井,因为他有两个,我也是,那么如果打掉我的油井,那么这样的经济平衡将会偏向于他。 原本我也可以相对拆掉他的油井,但是我却不想这样做了,因为他内心的傲慢与贪婪已经暴露无遗,这必将成为让他走向失败的深渊。 咱等着看吧。 看吧,来回走动的坦克正是对手内心焦躁不安的写照。 你在急什么呢? 你明明拥有两个油井,拥有比我更多的坦克,为什么还如此不安? 你的内心在怕什么? 或许恐惧真的就只来源于你的内心它终将出卖你,把你带向深渊。 我觉得是有出一点步兵的必要了,于是我补上了自己的兵营。 这一刻我们都在等待,而对面的等待中又充满了试探的企图。 他的贪婪与傲慢或许不容许他有太多的损失,因此他坐拥着如此强大的兵力,却也没有贸然进攻。 谨慎啊,谨慎。 他又似乎有些按捺不住,终于将试探的企图付诸行动。 谨慎啊,谨慎啊,谨慎啊。 虽远就算了,我不能上他的当。 这一刻我已然明了 他内心的躁动和傲慢 又何必以致争执 静坐着 他总有耐心耗尽的时候 终于小动作来了 我全体吓吓他 估计他是要来偷窃吧 果然 他出了工程师 既然这样 我要你这一招赔得血本无归 他傲慢的大部队 守着有警 必然不会出击 那么一个蜘蛛应该就能搞定他的偷车 在左围右堵的追逐中 你的目标也是遥不可及 而我的猎物尽在咫尺 就是这一刻上 这是完美的击杀 现在我有足够好的心情 来气定神仙地继续出我的V3火箭车 对面似乎鱼心不甘 想要再出一个偷车 倘若如此 这一次 我可是连蜘蛛都不愿再陪进去了 V3火箭车终于出来了 但是我却不能让他现在进攻 因为对面没有主机地 就意味着没有视野 他不知道我的V3火箭车 如果现在进攻 很容易被他发现 然后对面就会采取防空反制 这时候要攒一辆 然后一举摧毁对面的油警 看到对面继续出坦克 我的内心放松了不少 看来这个V3火箭车算是藏住了 他没有发现 此时边界无战事 但我知道这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 很快战斗就要打响了 终于火箭车就绪了 端掉他的油警 实质上并不能破防他的钢铁洪流 却能破防他内心脆弱的傲慢 终于敌人在此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发起了一场对他而言错误的战争 这样的战斗结果如我所料 也正是他贪婪与躁动的结果 现在敌人已是无力回天 只能徒劳地进行着最后的还击 争霸结束 我是最后的王者 我仍然屹立 我仍然屹立